我們來做這個題目,一個鋼棒傾斜30度 衝擊下來,受一個重力垂直的 我們一樣用Drop Test落下測試 從材料 材料我們直接用1020鋼 然後網格 網格我們 用比較粗的,看可不可以,如果不行我們再改 連結 我們產生 整體連結就可以了 然後設定 衝擊速度 第一個 往側面衝擊 我們要選擇這個面 我現在把它 局部顯示 這樣子比較容易選到 我們要衝向這個面過來 斜斜的衝過來 各位看一下 就是這樣子斜斜的衝下來 所以我們選擇這個面 給它斜斜衝下來 然後 它的速度是50mps 重力呢 我們選擇這個 讓它垂直下來 那我現在 選擇它重力有往上 調下來 它這個 衝擊速度也是往上 各位看衝擊速度 是 沿著這個鋼棒 重力呢 是垂直下來 兩個不同方向 那 結果設定 我給它3000微秒 那麼其他的我就不要設 我就開始 分析 分析的時間 很久 我是暫停 不要錄 分析完畢 我們可以 產生動畫 我們動畫把它縮小一點 縮小一點 然後 移上來一點 我們來看看 動畫的情形 那這題跟剛才那一題不一樣 這題是 你看 它速度是斜30度 可是 它的重力是垂直的 重力 你可以看它的重力 重力是 我們的Y軸 重力在Y軸有沒有 把它弄下來一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重力是 Z軸 可是 它的速度是沿著30度角 剛才那一題 是它整個斜斜的 可是都是垂直這樣丟下來 所以 兩題的狀況不一樣 我們有些重力是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